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明朗 共同富裕 供销社等等政策的出台 越来越多的人 在考虑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家庭 孩子 资产等等事宜 美国毫无疑问的是 很多中国人的首选移民之地 无论是从地理面积 商业机会 环境气候 社会福利等等等等 都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同胞 但是美国的移民政策 对于中国的高资产人士而言 也同样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 比如说EB5 据说排队现在要十年 才能轮到审核和批复 比如说美国的枪支开放政策 比如说美国的全球征税政策 让很多高资产人士望而生为 英国也是一样 目前的英国移民政策 可以说是十分的严格 没有一个针对高资产客户所需要的 也没有原来的投资移民这种 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移民方法 对于有钱人而言 最大的难题是英文 最低要求都要雅思四分 导致了很多高资产人士 基本不太可能通过正常的方法移民英国 来英国20年 从事移民行业16年 也算是经历了好几轮 英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周期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华人移民英国的四个大坑 四个误区 以及目前能快速移民英国的两种方法 供那些想移民英国的朋友们作为参考 第一个大坑社会福利 很多人其实被误导了 说英国的社会福利好 那是因为没有完全理解什么叫做福利 所谓的福利在英国指的是 类似于低收入保障 失业救济金 低收入房屋补助等等 它是为了确保底层人民的 基本生活权益的政策 至于新移民 是基本不可能也不会去享受这种福利的 所谓的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孩子上大学贷款等等 这个不能被称之为福利 这些在英国政府眼里 统统的被认为是国家责任和国家义务 同样的道理 很多中国人的概念里边 认为申请父母来英国和自己团聚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其实和父母团聚 为父母提供养老生活等支柱 是法律义务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在英国人眼里 父母老人的养老 同样属于国家责任和国家义务 新移民的父母过去一辈子交税 贡献都是给了中国 所以赡养老人并不是孩子的法律义务 而是中国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这一点是导致很多华人 在获得英国绿卡之后 无法接父母来英国团聚的 最重要的一个法律基础 因为如果要接父母来英国团聚 需要证明一点 证明什么呢 证明中国政府没有提供给 我们的父母养老的这种机构和设施 这一点是很难证明的 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 完善的养老院服务体系 而且大部分老人 都是有退休工资和退休收入的 第二个大坑 教育环境 这个坑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大坑 见过一些朋友们移民英国之后 直接把孩子放到公立学校 然后过了几年才发现不对 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孩子身边的同学的群体素质 远远无法达到朋友想象的预期的水平和标准 要知道英国的教育质量好 教育水平高 其实是指针对性的 一般来说是指的英国的私立中学和私立小学的教育质量 整个英国居民当中 只有9%的孩子能够上得起私校 平均每年学费2万英镑是属于非常中等偏下的水平 绝大多数英国中产阶级是很难负担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同时上私立学校 所以说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的选择都是给孩子找一个好的学区 确保公校的教育质量相对好的学校给孩子 同时在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呢 通过考试进入到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 通过这种相对经济实惠的方法 来帮助孩子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插一句 Grammar School是比较难考的 但是Grammar School一旦进去以后呢 相当于我们的重点中学 进入到G5呀牛津剑桥这种学校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坑关于教育 那就是教育内卷 不要以为把孩子放在一个私立学校 就可以放人不管了 因为你会发现越是好的私立学校 越是注重孩子的学术成绩 以及课外活动 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内卷严重 但是你驾不住同学班上的其他妈妈们 滑雪 钢琴 数学 科学 架子鼓 等等校内校位的补习班 都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英国也内卷 但是也有一定的好处 那就是你发现当你花钱花对了的时候呢 能够起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就是孩子学术上也能不错 同时在发展个人的爱好和特长上 也取得了一定的走火 换句话说 英国的内卷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综合性的内卷 不是完全比拼学术 比拼各种奖项 反而更多的是鼓励孩子的自由生长 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学术和兴趣爱好 通常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第三个大坑 医疗资源 说起英国的医疗资源 在英国的华人群体中可以说又爱又恨 又有心理准备 因为等待治疗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有时候排队两三个月是经常的事情 虽然是免费的治疗 但是很多时候病患的心理压力 导致对于整个医疗系统的投诉是非常的多的 坏一处是排队场 比如说风湿病 关节炎 痛风 这种长期的慢性病 基本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好处是如果你真的有紧急情况 比如说脑出血 中风 车祸等等 有可能立即危害生命的情况 一定是优先治疗 无论你是不是有合法身份 是否有钱 在英国治病不一定是第一位 但是救人生命一定是第一位的 举个例子 一个朋友打球 崴到脚 去医院 等一晚上 四个小时 才出来医生给了一点简单的止疼药物 因为崴脚这个症状 大概率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另外一个朋友的父母 在家凌晨的时候 突然发现失语 脸歪 马上打999 救护车20分钟抵达 进入医院后 医生直接判断是脑出血 直接进入手术室 成功的抢救 在ICU重症病房住了两周 全部免费 而且英国不管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享受最顶级的医生资源 因为你只要进入到医疗系统 所有顶级的医生设备设施 不会根据你是谁 来决定医生是谁 只会根据你的病情 决定负责为你治疗的医生和医院 要知道 英国可是一位世界上最顶级的 癌症心脑血管疾病 最多的专家和技术的国家 如果无差别的普通人 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治疗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说 英国的医疗系统和福利 教育资源一样 有利有弊 总的来说 对穷人有利 因为穷人即使在没有足够 税务贡献的情况下 享受了和中产阶级 赋予人群一样的医疗待遇 当然 真正的有钱人 还是会选择私人医院 以及相关的保险 来为自己提供更好的 服务保障和体验 简单一化 英国的免费医疗好不好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如果你真的很有钱 在享受免费医疗的基础之上 配备一个私人医院 这种体验和保障 毫无疑问 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第四个大坑 求职就业 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 这个错误的观点 还是存在很多人的心里的 但是在英国 养家糊口并不难 最不济的都有 社会保障福利体系 但是作为一个新移民 无论你原来的背景如何 你要想找到一个真正 自己喜欢的工作 同时还能赚钱 还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 前段时间分享过一个话题 普通人如何移民英国 不需要中介的那种 里面就曾经谈到过这个话题 在英国找工作其实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如果一个人能吃苦 愿意付出 性格好 应该很快的适应社会 能够找到工作 但是你会发现 大部分英国刚刚毕业的毕业生 传递出来的信息 却是英国工作很难找 基本没有机会 这种类似的论调 我的观点呢 是因为能来英国读书的 这些孩子们 年轻人们 家里都不差钱 而且有意思的是 往往越是大城市里来的 反而不如小城市里来的 孩子们家里有钱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都是温室里出来的 不识人间烟火 心比天高 命比之宝 拿着2.2的成绩 梦想的进入到金融城的四大去工作 更可怕的是 对社会没有认知 对金钱没有认知 吃不了苦不说 连基本的人情事故都做不到 就更不要说学术的专业性 能不能得到证明 这个其实也是好事情啊 因为对于那些在中国吃过苦 被毒打过的新移民 特别是从英国毕业回去 10年左右的这些年轻人 自己有孩子 经历过苦难之后 才更加的体会到英国的好 体会到生活的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来英国求职 找工作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难 一个成熟的 随时可用的优质员工 只要能够认清事实 摆正态度 方向正确 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签证 一点都不难 难得是自己的决心 有没有坚定和明确 难得是有没有找到一个 能发挥自己价值的一个方向 一个平台 所以说 如果你对来英国求职 移民就业 是一种高大上的完美预期 大概率你是会失望的 大部分新移民都要经历过 一个三到五年的 社会阶层下行 适应期 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 制定自己的规划 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当你真的融入到 这个社会里面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腐朽的固态的经济体系当中 真的是很简单 很舒适的一个存在的收获方法 只要你付出 就一定会有收获 你付出的越多 你收获的越多 无论你是从事简单的餐饮 服务行业 还是高大上的金融科技行业 你自身的价值越大 你获得的收获 就毫无疑问的越多 好吧 以上就是几个关于移民英国的大坑 希望所有的朋友在移民之前 都要想清楚这些 最基本的关键问题 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够心想事成 无论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切记 不要强求 要相信命运的安排 要相信一切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